我们看这一笔 这一笔它说 若质量同为100公克 100公克的这个70度的热水 热水的话 它100公克70度C 和0度C的冰块 0度C的冰块也是100公克 然后把它放在绝热的容器内 当达成平衡时的话 我们看第一小题 它问末温为何 那末温怎么算 我们就定0度C时候的水 它热含量等于0 所以这个水它热含量多少 m100 s比勒是1 乘以t t是70度 这是水的热含量 加上冰的热含量 因为我定0度C的水的热含量是0 所以它0度C的冰 它的融化热是等于80 所以它的热含量每公克是-80 所以是-80 乘以100公克 这是总系统的热含量 总系统热含量等到什么 -8000 7000 所以是-1000 那乌以1000 那最后的话 它的温度应该有多少 应该就是0度C 那0度C的话 有一些冰 有一些水 冰的话是多少 所以第一小题是0度C 总热含量的话 总热含量的话 因为它是护的 它是护的话 就是会有一些水 0度C的水 跟一些0度C的冰 现在第二小题 它问说什么呢 容器内有几公克的冰 那我们知道 冰的日韩量是护的 0度C的冰 每公克是80 所以这个冰 冰的话总共有几克呢 就是-1000 除以-80 或是这样写好了 就是说-80 那我假设冰它有m的克 这样的话 总热含量是-1000 因为水的热含量 0度C的水的热含量等于0 所以我就知道 冰的话是等于多少 冰就等于-80 -1000 冰掉 这是-8 12的8 4-8 4-5-20 这是12.5 12.5公克的冰 12.5公克的冰 那第三小题 它问说有多少公克的水 那现在全部的水是200克 那现在全部的水是200克 就是说这个水 全部的水是- 全部是200克 那这当中有12.5克的水 12.5克的冰 所以这样减多少 有187.5克 187.5克 187.5克 如果加个12.5克 是- 所以它的水 有187.5克 冰有12.5克 这就是 有189克 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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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